应该排一个 已拍一个 一 go 鉄apt 活逼全球的通修软体Life Friends 互动乐园热闹开展咯 看可爱角色们 跳出萤幕 展现创意实俗 拍按照 觉得念不� 像動漫界中的sambi 請安安好囉 看二次元世界中的動漫sambi們 是無可保有無可取代的超人氣身分 歡迎收看動漫最前線 我是麥可 我是Kiki 今天是4月20號 夏天一緊賴逃 又到了短袖短褲要出籠的時候了 可是呢 這對我們來說有一個話已出 怎麼了 就是夏天大家穿得越小 身材的曲線就會越明顯了 你也知道鏡頭會放大 對 你會永遠覺得自己沒有創下來的一天 你一講這件事我就好像說小夫 而且鏡頭前的線民們一定都覺得說 你又砍痛啊 自己吃胖你還在那邊砍痛啊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好 不要鬧了 不過你說瘦身這件事情 我前幾天在滑手機的時候發現 Courser跟你有一樣的煩惱 因為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會吃得比較豐雲一點點 然後他現在要Cours 一些比較fit的角色的時候 就會很擔心 就自己不小心把角色給撐開了 所以他們就要很努力的要瘦下來 我發現最後能夠成功的 都是那些對角色有崇高敬意 而且真的非常喜歡的人 才有辦法瘦下來 真的要很喜歡才可以 真的 因為在日本呢 原名Courser 他為了自己要Courser的角色 真正瘦了 五十三公斤 五十三耶 整個我都不見了 真的假的啊 好厲害 超強的耶 超強的耶 因為畢竟啊 沒有人會想看到自己喜歡的角色崩壞 而且讓他崩壞的人 還是自己耶 誰瘦得了啊 半夜起來看到自己Courser的角色 還會嚇到 看來這個壓力也是很大的 真的 但是呢 在這邊要提醒各位 要瘦可以 要健健康康的瘦 這樣子呢 才可以瘦得 而不是那個黃金瘦喔 是 好的 接下來進入今天的第一個單元 動漫新聞台 首先介紹的是三鬼本家的餐桌前一集 三鬼本小餐館的老闆娘智子 他和年輕的社長李次郎相戀 並且決定要再婚了 可是智子他不只有三個兒子 還都是難以管道的不良少年 究竟李次郎該如何做 才可以讓這三個小孩都認同他 接受他這位父親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傑克雷爾托爾神漫畫戰記第一集 傑克雷爾托爾呢 是仙人界的漫畫雜誌 周刊仙人Sunday的漫畫責任編輯喔 那這一次啊 打算要以人界一個 極普通的少年為主角 要在仙界創造出嶄新的漫畫啦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前世世花魁第二集 是以擅長描寫江戶時代 花街而聞名的少年小說家 那有一天呢 他遇見了同校的少女真秀 他就知道了 原來自己的前世是頭號花葵 另外呢 由於家中的幫庸他受傷了 所以就來了一名叫做 李健的幫庸先生 但是真秀啊 卻對這一名幫庸先生 有著卑鄙尋朝的厭惡感 兩個人到最後終於吵了起來 最後要介紹的是 雖然才高一 卻在異世界當請成主第一集 高一學生青川紅人呢 他因為一張古老泛黃的地圖 被召喚到了異世界去喔 到了異世界不打緊 他還遇到了一個傲慢的領主 要他去擊退吸血鬼耶 那結果呢 雖然他遇到了一個 木乃伊族的少女 幫了他忙 也抓到了吸血鬼 但是他竟然啊 又被冠上了莫虛弱的罪名 以上就是本週的新書發行資訊啦 Michael 說起來啊 我們介紹的漫畫作品 也已經非常的多 那你以往都是怎麼選擇 自己要看的漫畫啊 我呢 因為現在很多網站上面啊 都會有很多排行榜嘛 是 我就直接從排行榜下手 是喔 因為你直接從排行榜下手的話 代表那些都已經是挑選過後的 比較不容易踩到地雷對不對 都覺得已經有口碑的了 很聰明嗎 這很保險的錯法啊 對不對 妳呢 我的話呢會看畫風啊 還有它的劇情啊 或者是它的主題呢很特別 甚至是話題座的話 也會逼得我不得不去看啊 一定要 你自己想喔 如果畫風很漂亮的話 就會讓我們有想要看下去的動力 那劇情呢更是我們會不會補完 這部作品的關鍵重點 有可能看完兩集都不想看了 另外啊 像影志池這種啊 它的主題比較特別的 對 你在看的過程當中 也會學到很多東西耶 這倒是耶 至於像近期的劇人這種畫品座呢 真的是逼得你如果不去看 你就落伍了 怎麼可以不看呢 你講到了這個畫題 我就突然想到了 日本雜誌啊 Entermease它之前啊 就公布了喔 最受女性朋友歡迎的少年漫畫 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個是連載中的作品 第二個是已完結的作品 連載中的作品 第一名是標宿宅男耶 已完結的作品第一名 是剛剛知戀金術師耶 這兩部都是正港的上南夢畫耶 超正港的 當然現在的女性讀者啊 大家要看的 不再只是唯美的夢幻風格 或者是戀愛故事呢 是 還有我要說 已經完結的第二名是灌籃高手 所以你看我上禮拜的反應 很正常啊 很多人比較喜歡好不好 好啦 知道你很有眼光啦 一直要提這件事 好啦 不過呢 我覺得 這些作品裡面啊 有很多都是因為 動畫畫的關係啊 突然啦 就讓很多人都注意到這些作品耶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關鍵之一喔 因此啊 很多漫畫家啊 都會要動畫畫 來當作他們的目標 對的 好的 那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本周 有哪些動畫發情資訊囉 首先要介紹的是 戀居寫真DVD第三集 一野對姚家坦白了 因為內心陰影而保持距離一世 兩個人啊 又回到了以前的樣子喔 同時一野也邀請姚家 在校慶的時候 到寫真社觀賞展出的照片 在海邊的約會之後 兩個人的距離也逐漸的拉近 校慶來臨 寫真社也即將公布了 參展照片中的最上鏡小姐囉 以上就是本周的動畫發現這誰 接下來就是消息1.0 的優質好單元共曼寶貝啊 寶貝啊第一百五 2014第七屆漫畫大賞姐家物語奪冠喔 由漫畫大賞實行委員會 所舉辦的漫畫大賞 是以你目前覺得最有趣的作品 還有現在最想要配給朋友的漫畫 為發想而舉辦的喔 那以去年發行集數不超過 八集的漫畫作品裡頭 去挑出十部來入圍喔 再交由各界的評審給予評價 還有積分等等的選出得到 得獎的作品啦 這次得獎的作品 就是三勳老師的解駕物語 恭喜 這部作品是在說 一年二十歲的少女艾米爾 他嫁給了小他八歲的丈夫 表演出很多精采的情節喔 那這部作品呢 它也是描寫 終於要考慮上面遊牧民族的故事 那其他得獎的作品啊 其實也跟解駕物語一樣 非常具有獨特性 而且引人入勝啦 我覺得看完這些得獎名單之後 所有的作品 我都覺得要來去看一遍啦 那至於這些得獎名單要哪一些呢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啦 接下來是動漫播標第二棒 赫東昭爾的原著青小說 《甘城光輝遊樂園動畫畫決定》 自《金爆危機》系列 結束三年之後啊 赫東昭爾先生 從去年開始直筆了 全新的青小說 《甘城光輝遊樂園》啦 那這部作品呢 也決定要動畫化了 是要交由《京都動畫》來製作 而導演的部分呢 則是交給了 曾經指導過《金爆危機》動畫的 吳本康翁先生來擔任喔 這故事呢 是在說一名叫做 可兒江西葉的男生 他被轉道班上的美少女轉學生 千刀五十零 用成功的方式 逼他到甘城公會遊樂園的約會 可是這個遊樂園 是大家所說的 約會示範勝地耶 因為啊 這個地方由於來特殊減少 所以面臨了 那來到遊樂園的西野呢 遇到了一個 長得很像公主的園長喔 而這個園長呢 交代他們一個幾乎是 完全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就是啊 要在兩個禮拜裡面 讓這個遊樂園的道客數 超過十萬個人耶 這邊有可能啊 對啊 整個辦不到嘛 那西野他們又會怎麼做呢 這聽起來有點苦賴的故事啊 其實呢 是在講說西洋產業的悲哀 那如果你是熟悉金爆危機的朋友 也可以在這部作品當中 看到你覺得很欺負的角色啊 是 最後是盪漫寶貝亞兄弟三包 哈馬托拉超能偵探社 心靈判官續作揭秘 音樂新發 哈馬托拉超能偵探社 在最中回的時候出現的 出現的出現 大家看了之後覺得很期待耶 那官方的推特也表示說 哈馬托拉項目不會結束喔 至於會不會有第二期 大家拭目以待囉 那至於先前 人在沖縄的這個徐彥璇老師啊 他在沖繩國際電影節的時候 也透露了喔 心靈判官的動畫呢 他的第二期啊 會在十月的時候就播出耶 而且內容呢 會把一期的這些疑點 通通都解開 除此之外 二期的動畫 還會有全新的小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喔 好期待喔 真的 另外大家很沒關係的劇場版啊 預計會在12月的時候上映 是 看來今年啊 都在沖恩老師頭下的震撼彈當中結束呢 太好啦 以上就是本週的動漫報備啊 接下來就趕快跟著我們一起 前進台北科教館吧 你想要知道LINE的秘密嗎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LINE下去吧 進行下一個單元 動漫前進 待會兒